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入另一个社要编程 与实践的第二阶段的学习 第二阶段是社要的编程学习 这个阶段我们主要讲 社要编程的基本的语法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 社要中变量的使用 与输入和输出 今天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社要交给 社要交给它变量的定义和引用 第二个是社要环境变量 局部变量以及预定义变量的使用 第三个是社要交门 社要交门的输入和输出的掌握 最后一件就是客户的作业 给大家留意到作业 首先 我们来看第一个 社要交门中变量的定义和引用 我们大家学习过 C语言 C语言中也有变量 但是社要中的变量 和C语言的变量很类 每次但是有点不同 首先第一 社要中的变量名 可以由字母 数字和下方性组成 但数字不能作为变量名的第一个字符 第二 就是通过这个负值符 等号 才定义一个变量的值 比如说 my name等于 get it cost等于 abcde df farm等于 100 price等于1.2544 然后nowdate等于 反引号 date 对不对 好 这些都是对变量完成的一个负值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符号 对不对 单引号 双引号 还有不带单引号 也不带双引号 还有一个反引号 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单引号 表示字符上类型 对不对 字符上类型 它不解析任何字符 就是我里面可以包括所有的字符 它不解析任何字符 双引号呢 我们如果使用双引号的话 通过内部会解析Doll 和反斜杆的特殊字符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使用这个双引号的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定了一个变量的话 定了变量的话 那么我们如果用Doll在里面的话 后面给这个变量名的话 那么会 如果用双引号的话 Doll跟这个变量名的话 会直接将这个编译的结果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一个字符帅来复制 复制给这个变量 好 塞亚中这个变量 它没有一个 塞亚中只有一个 塞亚中这个变量的变量类型 只有一个字符帅类型 因此呢 就是 比如你整数的话 你直接后面给整数就可以了 如果小数的话 也后面给小数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它操作整数 和操作小数的话 它的方法和操作字符帅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大家在以后可以掌握 这个翻译号呢 大家需要非常非常熟练的一个了解 掌握 翻译号表示什么呢 就是翻译号表示这个 运行 翻译号内部的东西呢 表示一个命令 真心一个系统命令 把这个命令的结果 翻译号给这个 然后这个给变量 好 塞亚的变量类型 只有注射类型 所以当你不用引号引起来的时候 要保证变量的值 不包含特殊的符号 比如说空格符 美元符和暗的符 还有一个地方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空格符 比如说 你定义一个变量 叫 marchft marchft 对吧 等于 等于 一二三 好 空格 五 这样是不可以的 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必须要 你如果有这样的变量 有这样的那个 搜射定的话 你必须要用引号 引起来 好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好 然后 变量的引用呢 是这样的 使用美元符号 $加变量名 来引用一个变量的值 来引用一个变量的值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叫program name 下方的name 等于htt 好 我们怎么引用这个变量呢 叫echo echo就是输出 这地方不是引用 好 引用用是在这里 $ 后面跟program name 或者是 $ 大口号 后面给编列名 里面给编列名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向上有输出的编列 好 然后 一会呢 我给大家一个 到那个服务上 演示一下 具体的操作 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首先 先看一下我们 先过一下我们的值点 好 编列名 外面的花口号 这花口号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可选的 首先是可选的 但是呢 有时候必须是必选的 这地方实际上了解 加花口号 加花口号 是为了帮助解释器 识别变量的边界 比如下面这个情况 大家看一下 好 这些是bifh 好 for 这是个for讯环 forScale in php 加我 in php 加我in php2 这是个for循环 把这个php 加我in php2 这些变量 全部复给Scale 好 然后dow 按这样的循环 dowdown 这个循环体 里面是输出 I am good at dowla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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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这里面如果 我们不加这个 不加这个大过号的话 那么好 它会把这个 sql sql 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变量的使用 那么这个 因为我们没有定义这个变量 没有定义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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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变量 那么它肯定是一个空值 对不对 所以说 在这里我们想输出这个变量值 那么我们肯定要 用这个大过号来引起来 表示这个 这个边界 到sql这个边界 就结束了 好 后面 后面就是 把sql 照那个 那个 根的输进了 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这是边上的引用 然后边上之道特殊符合的引用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需要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先 好 好 关于单引号的和双引号的 以及凡引号的引用方法 也是 这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在这个 我们动了一个超系统 动了shel 并有一个变量叫test1 等100 好吧 好 我们输出这个结果 如果我们用单引号的话 那么它肯定是将这个 自动帅就输出出来了 对不对 好 为了这个直观期间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现在动了服务器 好 我们进行一个变量 这个test1板 这可以复制单贴过去 可以了 对不对 好 单引号引用 我们也输出单引号 注意这个里面的这个单论 这个单引号的单引号 我们写的哈 好 我们如果输出的话 它肯定是 将这个doll也输出来了 好 这里面的任何东西都不可 都不可解释 好 如果我们用实用双引号的话 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 这个实用双引号的话 它会把这个doll的解析 后面这个变量名 这些取写的结果 都会返回了 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个地方变成100 对不对 它上面这个单引号 完全不一样 好 繁衣号的引用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好 我们定了一个nowDate这个变量 用繁衣号的引识 那么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我取当下时间作为一个变量 作为这个变量的值 再复制这个nowDate这个变量 好 可以 是可以的 好 我们输出这个变量 好了 那 下方先Date 好 我们输出这个变量的值 是这个值 好 这个反引号 大家需要注意它的位置 在我们左手边 esc的下面 注意这个地方不是单引号 而是反引号 好 好 好 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 12的环境变量 局部变量 以及预定义变量 这地方大家需要做一个了解 好 环境变量大家了解一下 什么叫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一般就是这个操作系统 又来指定操作系统运行的一些 环境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 路径 当前路径 当前当时你使用的路径 用户 当前动路用户 以及当前动路用户 使用的Shell 对不对 它有些内置的一些变量 就好像我们在这个 在使用这个 温动操作系统的时候 我们做这个 它里面的环境变量 是一个意思 下面的环境变量有哪些呢 第一个是Path 有些的路径 Home呢 就是当前用户的 在主目录 就加目录 History File 表示这个 保存这个 表示保存历史命令的记录条数 LogName 表示中文的用户名 HouseName 表示主机名称 Shell 表示你这个用户 你当前使用的哪种Shell 是BShell 还是CShell Long呢 表示你当前使用的这个语言 是UKF8 还是GPK 还是中文 好 Mail就是当前用户的邮件 随法目录是在哪里 好 然后呢 这个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怎么查看呢 就是 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 DNV 以OneMail的这个 这个单词的这个缩写 叫ENV 这个命名就是 显示所有环境变量 比如说我们预设一下 可以看一下 DNV 好 这种我们显示所有的环境变量 这么个环境变量 对不对 空 语言 Long 对不对 好 如果查看一个单的环境变量呢 可以我们查看呢 直接用Echo 输出这个环境变量的名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们输出这个 路径 Echo Path OK 好 这个Path是这么多Path 这么多Path 是的 好 这个地方呢 环境变量的这个奖点 大家以后 在这个另一个军用碗里中 会有专门的一张 军用这个地方的学习 好 环境变量我们讲完了 局部变量 给大家讲一下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非常重要 大家也需要注意了解 局部变量也包括哪些呢 第一个是 在Shar脚本中 由用户自定义的变量 好 这个Shar脚本中啊 定义的变量 作用域是从 被定义的地方开始 到Shar结束为止 起作用域为北脚本 离开北脚本 变量无效 这个条件能了解吗 我再说一下这个地方 咱们变下一个脚本 实际来看一下这个局部变量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我们编辑一个脚本 定义一句变量 好 我们编辑一个脚本 叫testvi test 好 定义一个变量 叫mrstr 等于abcp 好 定义一步召 再我们输出这个步召 找到了mrstr 对吧 好 这句话意思呢 就是说 我定义一个变量呢 定义mr 这个局部变量 mrstr 它的生存作用用呢 只存在于这个脚本的脚本里面 你离开脚本 这个 这个 离开脚本 这个变量 是无效的 看一下 好 我们执行这个脚本 好 我们输出这个变量的名字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要模拟一下 离开这个脚本 我们之前不定了一个变量名吗 好吧 我们要输出这个变量名 看看我们的这个 离开脚本 怎么能输出这个变量名字 好 因为我们 是不是没有输出啊 因为我们的离开脚本 这个变量名 是肯定是 是没有被复制的 这个时候是空的 好 这有这个意思了 突出脚本 输出这个变量的时候呢 就看 肯定是没有这个结果了 对不对 是空的 好 第二种例行 就是这样的 在用户登录shell中 定义的变量 重新登录后 该变量消失 大家需要看一下 比如说 我在定义一个变量 这样 我登录shell 对不对 首先登录shell 对不对 然后我定义一个变量叫 叫什么 叫VAR 等于 123 6 7 7 8 好 我现在输出这个变量 echo到了 VAR 在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输出这个变量值 是的 这个变量值 这个变量值 输出出来了 当你退出这个shell 当你退出当前的shell 重新登录了 退出当前的shell 重新登录 那么你再看看这个变量值有没有结果 好 我退出了 大家看一下 我退出之前 我定义了这样一个变量的名字叫VAR 我重新登录之后 看看还能不能输出这个VAR的名字 VAR 诶 是空的是不是 对吧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退出之后 这个变量值 相当于就没有了 有巨物变量 好 巨物变量的地方我们讲完了 大家希望 刚好稍微我们想一下 这个预定义变量 预定义变量有很多 很多类型 什么叫预定义变量 预定义变量 预定义变量和这个黄移变量 类似 它是在shell一开始的时候 有进行的变量 所以不同的事情 这个用户只能根据shell定义 来使用这个变量 不能重新定义它 因为这是系统变量 这是 我们不能重新定义它 所有预定义变量的名字 都是以这个Dollar服务开始的 后面跟一些特殊的符号 比如警号 信号 问号 Dollar服务 碳号 这些符号 大家讲一下 这些预定义变量 到底是什么意思 Dollar警号 表示位置参数的数量 位置参数数量 就是我们的Go 大家先了解一下 我一会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这是位置参数数量 什么叫位置参数 这地方说大家没有了解 位置参数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执行这个系统脚本的时候 执行系统脚本的时候 这个脚本的时候 1 2 1 后面跟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 1 2 3 参数1 不一定是1 3 好 我身后面可以的三个参数 1 2 这三个参数 对不对 好 参数数量是什么 参数数量就是一个参数 两个参数 三个参数 参数数量就是3 这意思 然后导导星呢 就是所有位置参数的内容 那位置参数 我们可以看到 1 3 5 是不是就是导导星的结果 对 好 到了问号呢 表示这个命令 继续后的反护状态 0表示成功 非0表示失败 比如说我执行这样一个命令 如果执行出错的话 这个 反护这个非0 对 那么如果是0的话 那表示这个 这个教本 是执行成功的 两个到了服务 表示当前进程的进程号 当前进程的进程号 就是进程的PID号 到了碳号呢 表示后台运行的最后一个进程号 就是后台运行的进程 是什么 那进程号是什么 最后一个进程号是什么 这很少用 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几个 道道0 表示当前执行的一个 当前执行的一个进程的名字 这个进程名字是什么 比如说我想过 我道道0 对不对 我输出道道0的话 那进程的名字是什么 就叫testdsh 这个教本名 好 我再演示一下 这个教本 我们看一下服务项这个教本 叫pre-defile 道0 然后呢 打开 pre-defile 看一下 刀ero0,刀ero9,刀ero0就是直接名字 3次数ataero7 完成解成号,刀ero dozer 命结后執行反共状态,刀ero问,刀ero问号 后台运行最后一个解成号,刀ero碳号 我们oren filotideico,看一下 拥正结果 1↓ash 好,我们看一下 所有人说代替名字 参数数量是不是后面没给参数 对不对 我们要后面可以给参数试一下 1 好 精神名字是不是 参数数量是不是135 三个参数 这有参数是什么 135 当机进入号 当机就在进入号 命运执行的防御状态 零就是成功 对不对 后台运行最后一进入号 因为我们后台没有运行 所以说 公主代运行的进入号是没有的 好 当机要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种客户需要认真的分析一下 这些特殊符号 有时候在变数语言中 是很经常使用的 需要了解一下 好 余经一遍都讲完了 下面讲这个脚本的输入和输出 结果输出和输出 首先讲这个echo的输出 echo这是一个命令 这是高度系统的命令 echo命令发送数据 到标准的输出设备 数据采用的是自负设的方式 echo命令 可以输出一个变量 对不对 它主要是输出一个变量的 好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输出变量 叫myprogramming 然后我输出这个变量的名字 输出这个变量的名字 输出这个变量的名字 叫myprogramming 好 这地方就输出这个结果了 对不对 所以输出 好 echo有两个组合参数 一个是-e 另外一个是-a 这个组合大家要了解一下 -e呢 识别输出内容里的转移序列 什么叫转移啊 -t什么 -t这个水平支表符 这种推广符 对不对 好 如果我们不加-e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啊 我们如果不加-e的话 会什么样子 是原样输出 对不对 原样输出 那我们加-e的话 它就会将这个 将这个 将会这个输出 内容里的转移序列 就把这个-t啊 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 kwf的输出了 好 这种是不是 最终呢 选择这下 有时候会用到这个地方 它-e -e 大家来看一下 忽略捷舞的换行 因为大家默认可以看一下啊 我输出一个东西 不加电动态数 输出一个 不是说什么 对不对 输出这么一个 输出 它默认是不是输出 往之后就换行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加一个参数 如果我们加-e的话 不让它换行 这意思 那么我们 是不是不让它换行 对不对 是不是不让它换行 是不是 对 就这个意思 好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比如说看到一些 shel脚本东西 加这个参数的话 大家需要知道 这是干什么的 好 然后接着去 printer-f输出 printer-f和这个echo的功能 类似 printer-f也可以走去 也可以输出这个变量 用printer-f 也可以按照 这个格式的输出变量 它和echo的功能 也会强大的一些 好 printer-f默议 是不输出这个换行符的 如果你需要输出换行符的话 那你需要加一个-n 比如说 我们再加一个 定义一个变量叫mst 然后我们输出这个变量 是不是不换行 是不是不换行 对不对 好 我们如果输出 输出换行怎么办 输出换行我们这么写 我们还是定义这样一个变量 但是呢我们输出的时候也要注意了 这样的格式化的输出方式了 打算了r数个输出 就算 刚刚给的换行 好 是不是换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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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printer-f支持Grebo的输出 这里的话上面一个ID掌握了 也演示了 上面的网络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第一个是内蒙姓名33年龄43地址北京 好 我们格式化输出 内蒙和s年龄d整形输出 adjust 作为字幕社输出 输出完之后 加-n表示换行 对不对 好 这样 结果结束完了 我们执行一下 b-n-s-h 请这脚本回音车 看一下是不是格式化输出了 姓名 年龄地址 好 这个脚本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讲一个RAID输入 RAID输入呢 RAID命令读取 首先知道这个RAID功能干什么的 RAID命令读取标准输入设备的下一行 标准输入中的新一行 到换行服务起的所有字符 会被读取 并复制给对应的变量 这个比较绕实的 好 咱们做一个脚本 看一下指导 看一下脚本 这下面的功能是什么呢 接受输入并输出IP机制 相当于接受一个电量输入 再输入这个电量 好 我输出一段话 然后呢 后面跟一个RAID RAID跟电量 就相当于 我这时候 我一回车之后 那么这时候 后面就跟着一串 跟着一串字符 对不对 你输入完这串字符之后呢 在输出这个回车之前 这一段 全部复制给 IPADDR这个变量 然后我们再输出这个 这个变量的名字 对不对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等我们的服务器看一下 这下面的名字叫RAID-echo-sh 接受输入并输出 1192-192-1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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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输入完了 是要回车 那么这个地址 就复制给IPADDR这个变量 接着输入这个变量 就可以输出来了 好 这以后我们就完成了 下一个是按行输入 按行输入呢 我们大家这个地方需要 这个地方是比较难理解的 这个地方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也是比较 也需要大家掌握一下 这个支持点 两个小一号 来表示 两个小一号呢 可以被认为是一种 重置印象的符号 重置印象脚本文件中的一行 作为一个命运输入 然后呢 操作符 两个小一号 被放置在 输入重置印象的命运之后 紧接在 这个两个小一号的各行 作为命运输入 输入的结果呢 通过这个文件结入符 Ctrl加d也表示 也和你自己定义这个定件符 定件符后的单词 作为输入 更好结束定件符 这一行事也是比较难理解 是不是 我们看脚本 非常好理解 注意这个结束时的定件符一定要顶格写 好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用两个小一号作为每行的命运输入 来操作数据库 看一下 这样一个标本 叫 Tack Operator MySQL DBF 好 B2S 也能用这个 出示 也能用这个 按行输入 操作数据库 好 这是一个命令 对不对 这是MySQL的一个命令 MySQL输入的一个命令 两个小一号 作为一个输入了 好 定件符 我们采用这个碳号 作为定件符 定件符 肯定是一对的 一对的碳号 那么结果肯定也有一对 碳号 这地方要顶格写 顶格写 不要以空格符 下面是我们的每一行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变量的一个值 作为一个输入 作为一个输入 对不对 我们有两行 那我们有两个 我们有两个输入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服务间 操作一下 这个地方 叫operate 我给大家看一下 叫operate MySQL BFH 是不是两行 不对 有两行 碳号作为定件符 定件符 顶格写 两行作为两个输入 好 两行 第一个行是显示服务器的状态 显示输入库的状态 第二行是统计 设计输库的表层的条数 好 我们执行一下 dntsh 好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输出两个 输出了这个指向两条命令 对不对 两行就指向两条命令 每一行表示变了一个输入 变两个输入 这个是统计输出的 这是统计输出的 这个是统计输出的 叫这个地址 叫服务器地址 叫这个地址 当前日期年月日 首先进入我的微纳目录 好 我连接我的服务器 这是作为一个输入 这个交互式输入 我们把交互式输入关闭 用探号作为订阅服务 探号 结束服务器也用探号 对不对 丙格写 里面是每行作为一个输入 首先打开服务器的地址 输入用户名 叫Oracle 密码叫POST 对不对 好 进入这个EM3目录 然后以R进去命令来 定义这个文件超出模式 叫安基的模式 然后好 下一个名字叫GET GET 就是GET 这个当前变量的这个 GET这个变量的这个值 它其实是一个日期 点DET 就下了这个文件 下了文件之后 BAR表示关闭 关闭FTP连接 好 这个地方就是 关于两个小一号 作为一个输入的讲解 这个地方就讲完了 好 这一页的东西就讲完了 然后呢 重要的知识点 就这三个重要的知识点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客户的作业 客户的作业是这样的 第一 掌握变量的定义的 掌握变量的定义 以及引用的方法 加这个 加这个 大括号 符号 与 与不加大括号 符号 也引用变量 到底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大家需要掌握一下 然后第二是理解单引号 双引号 反引号的功能 这地方 怎么有这么多引号 它的功能干什么呢 好 大家需要一定要掌握这个地方 一定要掌握 好 第三个知识点 就是掌握常用的输入 与输出的用法 实识点 输入 日子都会输入 两个小一号都会输入 输出 echo都会输出 重用的f都会输出 它们之间的用法是什么样子的 它们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 大家需要掌握一下 好 这些课程内容就讲完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